所以给他知道慈悲心才是财富 才是快乐 不是留他很多钱 世界不遥远 慈悲爱相连 五色行者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慈灯缅甸红发型 佛陀垂敏终身 不只是一念慈悲 更藉由悲至怨行 成就众善 再度造访位于曼德勒的 京多严华侨慈善会 海淘法师慈悲之业 以行动广心慈悲 为佛恩法教 行布施功德 慈善会听堂庄 上部座助持法师 首先为众等送食敬奏 为供养仪式 将持祝福 接着生命之业 诸位随行法师 起身献供 众人也依随各自愿想 提养 供养各种不食品相 我们林天祥佛上为所有的上师健康祝供养 也会向朱光合家 朱英国合家 林天喜秋 秀 真合家 林天血合家 一万平均 那我也必须代表生命电视台 跟所有为众国不食者 也不食一气一万块美金 还有我们国家会师姐 有了三百万免病做供养 分享给生命电视台 给大家介绍 此行除了高达五万美金的 泌尿科医疗器材 逼肝疫苗 打灾等各种不食品相之外 也准备了一百套夹杀 来供养院内事情 过程中 四众踊跃方心供养 共同圆满此行的不食工程 总共美金 两万一千七百八十五元 十五亿一千零八十元 免费四百六十七万九千五百元 缅甸僧且医院主席 也特别致辞表达感谢 会中上部座主持法师 代表则为在座中的慈悲开示 各位朋友各位军师 现在主持师父给我们开始 阿龙大概简单的给大家翻译一下 师父说我们要作为一个真正的佛教徒 我们有四个原则要去遵守 第一个是诸恶莫作 诸恶莫作 我们不要做坏事 第二个是世上风行 我们多多做好事 第三我们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存好心 我们做什么事 说什么话 凭一颗善良的心去做 第四我们要谨慎的控制深夜 深口一三夜 我们不要放深口一夜 这样的四个原则 我们能做到的话 我们就能做上真正的佛教徒 接着也为海宽法师及慈悲志业的诸位发心大德 诵敬祝福 上部座法师经咒加持神咒 把功得水 涓涓流入功得力 犹如众善不得 慈悲满足 普作回向 积善后福的 勇情中的 供养仪式最后 曼德勒分解医院 院长与慈善会主席 向海淘法师 致上纪念品与感谢状 以表达无尽的感谢与祝福 会后在院长的陪同下 法师与众善大德美前往生前医院 参事并服装的身体 并供养家伤及财物师 愿心中并体 遭遇 慈能娱乐 悲心拔苦 喜已出击 舍则不止 众人休息慈悲 喜舍 四无量心 犹然积累 成佛道良与祝愿 在佛行道上 相行成就 与曼德勒僧妾医院 以驾沙逛僧及残酷时候 海淘法师在院长的舞蹈下 以妙师焉供 于院区内随眼不失 意义终身 广泉善悦 傍晚 京多眼寺院山门前 高选着红底金字的迎兵大步跳 寺院旁的渡口 船宫们正扛着一揉揉的鱼上船 为放声行动做准备 举起燕共相合 绕训四方 海淘法师领诵经咒 为十方法界一切有名众生 燃熏燕共药香 愿诸佛加持 众生罪业捐处 永连三途八岸之户 众人度许登传 传行中 法师阳武佛帆 祈愿佛力加持 生命救护行动 顺利圆满 在心经大悲咒的慈悲幻影中 水族物语 藉由众善大德的双手 陆续返回江海中 重获行生 自由自在 过程中 众人也以替身多玛 广作不适 且将所作功德 回师法界有情及病苦者 愿病苦者病苦消除 解冤事件 身心安康 敌诸最苦 最后 偷下龙王宝品 愿龙族悟命 得福护佑 永不遭 愚猎亡 来日 祸尽天年 离脱苦去 往生尽度 借由众善大德的 慈心善行 当天总共放生了 四百八十公斤的 碾鱼 及其他龙族悟命 不计其数 并将所作功德 普师回向 愿山海诸天 一切善神 辟佑全世界 六道预愿 法梦潮水 平安自在 回到水岸边 是有白象金塔的金寿农船 犹如水上皇宫般 堂皇福利 犹如众人的慈心善行 在水波阴阴的见证下 一人终点 金多颜大雄宝殿前 佛子们列队迎接海涛法师与红法团的盗版 海涛法师与佛前燃香礼服 慧拜典礼 善性大德民 也向大和尚 领礼结架 表达无上功绩 当下 海涛法师也会 领众人慈悲还是 领众人慈悲 我讲 金多颜慈悲 我们法师 可以法师欣赌慈悲 这么大的大兵 慕名 希望 我们能够真实了解佛法 除了花用香 供养上道 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供养呢 我们要修心供养 我们要好好听话 好不好 不听话 小孩子 不行 所以我们做佛的例子 要听佛的 不要用自己的想法 做其中 晚间的法会 在众善大德的 恭敬引寝中 海涛法师登座主法 并为众人 开示法要 佛教 虽然是一个信仰 但是这个信仰 包括两个最重要的 念想 智慧 与慈悲 这是佛教的两个支柱 离开这两个 没有大乘喉教 小乘比较重 智慧 世间苦 轮回苦 赶快出家 大乘呢 除了知道自己苦 不愿意众生苦 众生都是母亲 我不能为了个人解脱而修行 我要为众生解脱而修行 所以他要慈悲 他要想尽办法帮助别人 因为没有我再苦 不要被骗了 得癌症 健康 有钱 没钱 都是假的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硬坐如是观 所以你要修慈悲心 你要断除称慧 没有了生气 那你才能够很冷静的开智慧 不然的话 你有很强烈的分别心 有分别心就会贪称痴 然后就会造业 然后就会不断的受苦 所以修行不容易 虽然缅甸有很多出家人 但是 像我师父要度人家出家 一问 你有没有真心发菩提心 有 可以出家 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 你出家 那是你的事 你也不可能得到什么 他只问你 你有 你自己决定 如果你没有菩提心 像我要出家 我师父说 你要去受菩萨戒 你要真发菩提心 你就可以出家 跟谁出家 没关系 你要是没有发菩提心 没有真正受菩萨戒 你跟我出家 也没有用 所以决定在你自己 你有没有发菩提心 那发菩提心 不分在家出家 他说 你要发菩提心 就算没出家 也是菩萨 就算不分在家出家 那是菩提心